尚一夫昨天不是在 我们节目里头讲说 其实乌敦义私底下 动作多得不得了啊 对啊他动作 真的有听说吗 我是不知道 我是昨天也有听说一部分 找了什么公关公司 找了什么东西 而且他还会叫人家去打听 什么朱立伦那边的网军 是从哪里来的啊 找哪里人啊这样 欧敦义就说 你今天没要算 你问这要死吗 对不对 你问那么多人 那你要去破解什么吗 还是说你要去招呼他们 我干嘛不知道啊 你动作就太多嘛 私底下动作太多 而且这种事情说实在 你暗不久啦 你慢慢你在做什么东西的话 而且被指明公关公司 那个老板又本身就是大嘴巴 对不对 所以而且你看 我就跟你讲说 潘恒旭他也是广告界的人 对 也是公关公司 做公关最快的嘛 所以他很多朋友的话 那大家在问的过程之中 潘恒旭多多少少 会打听到一些东西啊 所以你说潘恒旭之前 被人家制止说 你不要再谈总统大选 突然间 在韩国瑜 刚才世聪讲说 他去美国面试之前 你看他密集又丢出 这些话出来的话 那表示说 他是不是有听到什么 他就是在警告某些人 告诉你说 韩国瑜现在要去美国 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最后不要这个时候 不要做一些动作 不要做一些小动作出来 所以吴敦毅的小动作 已经传到潘恒旭那里 所以他故意讲这个话 这个话是不是说给吴敦毅听头 说自然韩国瑜就会出来 所以我就告诉你说韩国瑜是有意愿的 他保持这个意愿在那边的话 那你其他太阳的话 你就不要想太多 吴敦毅就不要想要接收韩粉 你把韩粉 把韩国瑜红台 摆得这样服服帖帖 把韩粉弄到大家都心发怒放 那你觉得说哪一天韩国瑜 他说我不要算啊 我支持吴敦毅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就很多人就告诉你嘛 对不对 你除了韩国瑜其余免谈 对不对 我就不要说 你如果没有韩国瑜 我就不要打了 对不对 我就让你输给你打了 对不对 而且韩国瑜支持 就叫你们去挺他 这些韩反而不一定听话 对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韩国瑜没有出来选的话 我宁愿让你国民党烂 让你国民党倒 对不对 你国民党也不要选 那为什么吴敦毅会这样呢 其实吴敦毅他有自己的考量 我们还在帮他讲一点点话 你看吴敦毅他如果说 他现在征召韩国瑜出来选 全力支持韩国瑜 那到时候选输 算起这种东西瞬息万变 对啊 就是民进党就一次歼灭 他如果选输的时候 韩国瑜如果输了 你是整个国民党陪葬 人家支持韩粉的人 不会去修理韩粉 一定是修理韩 吴敦毅 吴敦毅 对嘛 你这什么党主席 浮选不利 所以罵名就是他卑 对不对 那如果韩国瑜选赢了 就像人家现在 目前看起来的资互 选赢了对不对 那是韩总 韩国瑜个人的魅力 跟你吴敦毅无关 你连三光都不用三光 吴敦毅算盘 一直一直一直到厉害 也是说 赔钱的生意 对于来说风险太高 也对 所以他到近代的时候 他当然要找一些退路 找一些比较 所以他也在期待 他也在等 像像洪廷刚才指到说 他就跟主席已经建议说 要承认制度 说一句话 国民党不要跟人家谈制度 国民党什么时候有制度 他连出选都没有办过 对不对 以前都是全代会 拍拍手鼓掌通过 对不对 不然就通过进行解释 所以第一次建立很重要 被动领表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吴敦毅你一定要提拔 徐庸廷这种议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议员 你就是要形成制度 你政党政治的话 我一直在强调政党政治是什么 你要让最有能力的人 名誉最高的人 你要让他出头 那个出头很简单 你就是弄一个初选制度 弄一个制度出来 以后就照这个走 那民进党也一样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讲说 小英跟赖清德 对不对 你就算了 不要紧了 你就建立一个典范 尤其国民党现在烂成这样的时候 搞不好你树立这个典范出来 国民党米在靠了 因为国民党一比较之后 哪个才是政党 我稍微补充一下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想一想国民党去年 这个时间点我们在做什么 国民党四月的时候 社会上有很大的一股声浪 包括知识者也有很大一股声浪 想要请蒋万安出来选 台北市长 对 那时候丁守宗都说 出血赶快办 出血赶快办 那这个争议其实坦白讲 去年讨论了一个多月 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不管是这种讨论 这种制度上 要不要跟动的这种讨论 坦白讲两边都受伤 再怎么谈两边都受伤 也就是说不管是谈成了 征召的也受伤 谈不成初选出来的 人家觉得说 那你怎么是A咖 那你就也受伤了 所以站在我刚才提到一个部分 站在保护潜在候选人的立场上 这种讨论 就是说当断则断 不然反朝其乱 可是现在他们都 其实早就已经变二军了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跟民进党 都要认清楚一点是什么 初选制度摆在这个地方 该走就要走 对 包括不管是赖清德跟小英 或者是国民党自己的这个初选 我觉得该走就要走 为什么很简单 时代会变 人也都会变 制度是不会变的 哪有国民党制度一直变 所以我在讲 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 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 第一次要办 所谓总统的这个初选 时间越拖越久 知识者的焦虑感越来越重 我就讲 就从原本的心中的小剧场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 互相攻击的这种地步了 对啊 再拖下去 坦白讲我觉得 就是人家讲的啦 好好的狗要保护输就是这样